天父啊,感谢你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靠着耶稣留下的宝宣,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献上礼拜。 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灵交换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能参与你的事工。 愿你一下世间,以圣灵充满我们,以能力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人,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里路亚,阿们。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语是合法权利,让我们一起说三遍,一遍,一遍,合法权利,合法权利,合法权利。 让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第二十三章,从一节到十六节,创世纪第二十三章,从一节到十六节,让我们轮流读,我先读。 撒拉,享受一百二十七岁,这是撒拉医生的岁数。 撒拉死在加兰里的西边,就是西国人,阿布拉罕为他哀痛哭。 后来亚伯拉罕从其他面前起来,对赫人说, 我在您的面前协会,是新居的,求您在这里给我离开地, 我好埋葬我的使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寻君,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最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里埋葬你的死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于将他的坟里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 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使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求求请你我的话,为我求所侠的儿子彼伯伦, 把田头上那麦里拉洞给我, 他可以按着主教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墓、坟地。 当时已无能在,生活在货人中间, 于是货人已无能在,生活在货人中间, 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 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 在我同志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藏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的人面前下拜, 在他们面前,对异弗仁说, 你若永远请听我的话, 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 我就在那里埋藏我的死人。 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 指四百瘦格雷银子的一块田, 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 只管埋藏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罕听成了以后人, 照着他所人见前所说的话, 把买卖通通的人资, 赢了四百瘦格雷银子的以后人。 阿们。 这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纳死在什么地方呢? 西伯仁,就是迦南地。 亚伯拉罕从弥索波达里出来, 过了河,来到了迦南地, 然后呢, 转了一些地方, 然后在西伯仁, 自己的妻子死了。 那么在那里, 那个地方是贺人的地方, 在那里亚伯拉罕, 还是一个寄居的人, 客旅, 并不是自己的住处, 暂时寄居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是上帝允许给他的地方, 迦南地。 所以他知道这个地方呢, 他和他的子子后代, 都要在这里扎根, 成为上帝的国度。 但是现在, 目前还不是。 目前客人住在这个地方, 自己只不过是寄居的人, 经过的人, 过路人而已。 这个时候, 自己的妻子, 自己最爱的妻子, 在这个地方死了。 死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要埋葬。 那埋葬, 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是客人的话, 可能你以后定居在其他地方, 还要把你的妻子的排骨, 可以带到那个地方去, 秒住的地方去。 但是现在他的意思就是, 他要把自己的妻子的排骨, 要尸体埋在, 这个地方。 所以当地的人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买这块地呢? 为什么不暂时用? 而且当时的, 埋葬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还有跟当地的地形, 还有环境有关系。 我还不信耶稣的时候, 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听到这话的时候, 从坟墓里出来了, 这话的时候, 我想到了什么呢? 韩国的坟墓, 坟墓是好像是小球一样的, 这个地裂开了, 然后棺材打开了, 地震动裂开, 然后棺材打开了, 然后人从那里出来了, 好像是传说的互相这个一个节目, 很可怕的一个故事片里面出现的情景一样, 哎呀, 死人复活的情景, 多么可怕, 但是呢, 当地, 这个巴勒斯塔地区埋葬人的, 风俗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 占领一个坟墓, 而是一个家族, 哲哲孙孙都要埋葬一个地方, 所以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跟自己的祖先同睡, 就是一起被埋葬, 跟他们一起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个人死了, 要把他送进家族的坟墓里面, 家族的坟墓, 好像是河南一些地方, 或者是陕西一些地方, 他们不是挖洞吗? 挖洞, 然后呢, 在那里去住, 我也去过这样的一个礼拜堂, 礼拜堂就是挖洞, 一个山好像是他们人工挖出来了, 然后呢, 里面有洞, 然后在里面做礼拜, 就像这样的一个洞, 然后呢, 外面是用很大的石头挡住, 这个石头呢, 也可以滚开, 里面呢, 里面呢, 是一个房子, 空房子, 所以, 一进去, 就可以发现有一个坛, 把尸体呢, 放在这个坛上面, 然后锅好, 然后把门关上, 把石头关上, 然后出来, 过了几个月之后, 或者是一段时间后, 再进去, 就会发现, 这个坛上有什么呢, 骨头, 都腐朽了, 还, 尸体全部都腐朽了, 要过一段时间, 而且那里的气候怎么样, 非常地干燥, 还有炎热, 可以说是, 很容易腐败的, 就是, 尸体很容易腐败, 所以呢, 很快就没有了, 连肉块没有了, 就留下了骨头, 然后呢, 把这个骨头呢, 所有的骨头, 放进一个缸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缸呢, 放在一个角落, 这样, 葬礼就结束了,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的气子死了, 如果一个人的气子死了, 又把那个气子放进这个粉, 粉屋里面, 安放在那里,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 又变成海骨了, 又把这个海骨收拾起来, 然后装进缸里面, 又放在这个旁边, 直直直直直都这样的用, 所以呢, 如果是比较大的坟墓的话, 那里会有好几代的人, 的海骨, 他们都是一同睡, 都在一起, 所以呢, 搬运的时候也很方便, 只要把那个缸, 拿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亚伯拉罕在那里, 买一张自己的气子的话, 其实不用买, 不用买, 只是换一段时间后, 把这个缸, 拿过去就可以了, 人们这么想, 你也不会常住在这里, 但是呢, 亚伯拉罕呢, 偏偏想要买, 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永远住在这里, 这里是我家, 上帝永续给他了, 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 你的子子后代都要住在这里, 别人不知道, 只有亚伯拉罕知道, 所以亚伯拉罕真的有信心, 自己最爱的妻子的海骨, 如果他本人, 虽然口里说我相信上帝的话, 但实际上不相信的话, 他不会买这块地的, 所以他买这块地的意思就是说, 他相信, 他真的相信上帝的话语, 肯定会成就在我身上, 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信仰, 口里说我相信, 但实际行为, 显明他里面没有信心, 比如说, 有一个人来参加聚会, 医治疾病的圣会, 然后呢, 把什么东西藏在一个角落, 金基督牧师问他, 到底你藏的是什么呢? 拐杖, 那么这个杖是为什么藏起来呢? 回去以后我要用, 那你是为什么来的呢? 为了得医治来的, 得什么医治? 我的腿不好, 要拐杖才走路, 我要得医治, 那么这个人, 虽然心里想我要得医治, 但是呢, 他实际, 他的心灵里面, 实际, 他不相信, 不相信, 虽然口里说我要得医治, 我愿意得到上帝的帮助, 但是呢, 他却不相信, 所以上帝看的不是他口里说的话, 而是他心灵里面,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仰, 而亚穆拉罕呢, 虽然他装作自己是一个客旅, 但是呢, 上帝发现, 他真的认为这块地, 是上帝将要给他的地, 所以他把这里当作自己的老家, 所以呢, 这样的事情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 和他所说的话是一致的, 但是呢, 他既然要买的话, 那么既然别人愿意免费给他, 那可以收下呀, 也可以收下, 但是他不放心, 好像不放心, 所以呢, 当地的人说, 哎呀, 你不用担心, 我在重量面前给你,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呢, 他坚决不愿意,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 那么他接下来说的话, 跟我们想的完全不同, 我们常常说什么呢,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 求你给我吧, 免费给我吧, 这是我们一般的情况, 但是他完全相反,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 你给我卖吧, 一直推辞, 一直推辞, 哎呀, 你是王子, 我给你, 免费拿走吧, 你只要愿意使用, 我们都愿意给你, 但是呢, 亚伯拉尔呢, 却不接受, 他硬要买, 唯一的是什么呢, 他愿意, 把这块地, 归属于, 自己, 不是, 靠着人的, 这个, 好意, 而是以合法的权利, 来拥有这块地, 他要的是合法权利, 如果他接受别人的这个礼物的话, 那么每一次见到他的那个, 就送给他的那个人的时候, 都要什么呢, 哎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都要看人的情面, 哎呀, 都是因着你们的恩典, 没有自信感, 没有大胆的这个权利, 都要拘束, 还有呢, 过了一段时间后, 当代是可以的, 但那下一代, 又下一代, 如果人心改变就办, 他的儿子也看到了, 所以呢, 不会这样做, 但是他的孙子没看过, 后来他的心改变了, 哦, 这明明是我, 这个这块地, 明明是属于我们的, 为什么他在使用呢, 啊, 去说, 你的爷爷给他了, 不行, 这是所有的, 啊, 爷爷凭什么给他呢, 很要回来, 所以呢, 亚伯拉罕愿意, 合法的拥有这块地, 哎, 不要这个, 你拜拜给我, 啊, 所以, 他, 如果到了时候, 如果这不是自己, 属于自己的地的话, 也许到了时候呢, 要不然还要跟他说, 求求你, 求求你, 哎, 求求你帮助我吧, 不是求你, 说求这个一次, 是乞丐, 常常说的时候, 怎么说呢, 求求你, 可怜可怜我吧, 都是说两句, 可怜可怜我吧, 求求你,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这样的哀求, 不是, 啊, 就是针对人的情感, 来投奔在人的, 这个, 啊, 同情里面, 而是合法的主张, 上帝啊, 求你给我, 这个吧, 这是我们的合法权利, 我们是作为上帝的儿女, 祈求上帝的, 而不是说, 求求你给我吧, 可怜可怜我吧, 所以人们, 如果不懂得, 自己的合法权利的话, 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 他们认为, 他们越可怜, 越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所以呢, 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 常常发现, 那些愿意病得医治的人, 还有呢, 问题要得以解决的人, 他们平时都是好样的, 好好的, 来到牧师面前, 突然, 这个脸色都改变了, 然后呢, 哎呀, 牧师啊, 从没过脸的, 突然有个漂亮的, 哎呀, 牧师啊, 我这里疼, 哪里疼, 哎呀, 哎呀, 我的家里的情况, 怎么样, 说出来的时候, 突然, 愁变得愁眉苦脸, 一个, 好好的人, 他们认为, 这样装作自己是非常可怜的人, 能引起牧者的关心, 询教式, 分心式的关心, 他们在上帝面前, 也好像是这样, 上帝啊, 可怜可怜我吧, 干扑的祷告的话, 他们认为, 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但是上帝做功,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上帝面前, 是拥有合法权利, 合法权利, 为什么我们拥有了合法权利呢? 约翰飞第一章十二节说, 没有人接受上帝的儿子, 但是他凡是迎接他的, 他呢,就是信耶稣名的人, 就有什么? 权柄, 权柄, 换句话说, 是权利, 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儿女, 是我们的权柄, 所以我们是作为上帝的儿女, 祈求上帝的, 不是作为乞丐, 感动上帝的心, 如果我们没有合法权利的话, 我们每次到达的时候, 一定要哭, 主啊, 主啊, 可怜可怜我吧, 哭不出来的话, 要想到非常可怜的情况, 还要哭出来, 然后呢, 让上帝帮助我, 但是我们不用这样, 因为我们祷告的权利是出于上帝的允许, 耶稣基督为了给我们这个允许, 连自己的宝靴都留下了, 合法的把这个权利给了我们, 因为他, 中价把我们买来了, 他已经付出了代价, 他拯救我们并不是说, 用自己单方面的能力, 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说了算, 就这样, 我拯救他们, 我既然拯救他们, 为了谁敢抵挡我, 不是这样的拯救, 而是连上帝的儿子, 也是为了合法的拯救人类, 合法的把, 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子的权柄, 给我们, 为了给我们, 他也付出了代价, 把自己的血浇上去, 然后呢, 把我们买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完全是出于合法权利,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 不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要依靠自己的修养, 这一切在上帝面前都没用, 有的人为了病得一致, 他们只要有病, 只要有问题, 就想到什么呢? 尽时祷告, 尽时祷告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不知道这个合法权利的话, 再这么做尽时祷告, 没有用, 还不如不做,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要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合法权利, 我们要想病得一致的话, 其实首先要明白, 你这个疾病是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疾病是从哪来的? 从乌龟来的, 那么这个乌龟呢, 凭什么这么做工呢? 它是凭什么全病这么做工? 凭着魔鬼的全病这么做工, 那么魔鬼呢, 凭什么全病这么做工呢? 这个魔鬼的全病是谁给的呢? 原来是上帝给他的, 上帝给他, 这个魔鬼原来在天上, 是一个释放上帝的天使, 用一切的美丽来释放上帝, 把荣耀给给上帝的天使, 因着自己的美丽太漂亮了, 心里变得骄傲, 然后呢, 他愿意离开自己的职份, 不仅自己离开, 而且带着天上自己属下的天使们一同离开, 当他们离开上自己职份的同时, 就等于离开了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安排, 那么作为被造物, 必须得接受上帝的命令才能活, 才能保持生命, 但是他们既然离开了上帝的命令, 所以呢, 他们与上帝的生命断绝了, 上帝不能把这样的存在人员, 让他们待在天国里面, 让他们搅乱天上的秩序, 所以呢, 要处理他们, 但是呢, 不能随便地处理他们, 因为上帝也使用了, 有步骤地使用了合法的过程, 我们的上帝本身是合法地做事的, 有步骤地做事, 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当面地做事, 那么, 这话怎么说呢, 他是怎么合法地做事呢? 其实天使使用自己的意志是没问题的, 这个意志是给谁? 谁给的呢? 上帝给他的, 这个意志是什么呢? 可以选择这个, 也可以选择那个, 当你接受命令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顺从, 也可以选择不顺从, 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的意志的话, 根本没有选择的能力的话, 对他来说, 命令是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上帝为了让他能够接受上帝的命令, 就赋予他意志, 所以使用这个意志选择不顺从, 这本身不会怪他, 那么, 什么是罪呢? 那选择, 使用自己的意志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抵挡了上帝, 对抗上帝的话, 这肯定是罪, 所以上帝要看看, 他是否真的如此的提挡上帝, 上帝清楚知道, 但是还要使用有步骤的合法的方法, 因为天国当时, 当这个堕落的天使, 堕落的当时, 天国里面还没有主人在, 主人是谁呢? 耶稣基督还没有进来, 耶稣基督是只有在两千年前才到成肉身来, 然后被贴到天上去, 进入到天国里面的, 在那之前呢, 上帝安置天使来掌管, 这天上, 这个天使呢, 常常以耶和华的名字, 显现在人面前, 这个时候, 天使对抗了这个耶和华的使者, 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呢, 其实也是一个天使, 所以呢, 不能审判他, 不能审判魔鬼, 因为天使, 耶和华的使者, 也是天使, 也是上帝的仆人, 仆人呢, 根本没有实行刑法, 或者是审判的权利, 所以呢, 审判的事情要交给谁? 交给天上的主人, 所以主人是谁呀? 耶稣, 所以呢, 要等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的上帝呢, 把这个天上, 沃洛的天使为此安置在了阴间里面, 所谓黑暗里面, 这个黑暗是什么地方呢? 现在是现在的宇宙, 这个黑暗是由水和成土组成的, 根本没有光的, 根本没有任何自由的地方, 上帝用自己的权柄来捆硕这个地方, 上帝把堕落的天使们安置在, 居留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黑暗里面, 让他们等候审判的日子, 很奇怪的是什么呢? 上帝把人类造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居留魔鬼的, 这堕落的天使的这个地方, 上帝为什么没有把人类造在天国里面, 而是造在有魔鬼的地方呢? 而且为了让人类进入到这个地方, 上帝在原来完全捆硕这个魔鬼的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天体丸, 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到的, 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事工, 都是在这个阴间里面发生的, 要有光就有了光, 第二天呢, 水要分开, 水并不是当时创造, 而是已经在黑暗里面, 所以这个水要分开, 分开成为天空以上的水, 和天空以下的水, 中间就有了天空, 然后呢, 从这里出来, 所有下面的水中, 水和尘土分裂了, 所以出现了陆地, 然后上帝把人造在这个地方, 所以人被造在这个地方的同时, 原来上帝愿意处理的这个撒旦, 就是堕落的异党, 他们突然成为了什么呢? 能攻击这人类的存在, 原来上帝把撒旦, 把堕落天使, 就是在黑暗的时候, 上帝把他们当作激荡者, 反叛者, 他们是对上帝激荡的存在, 他们是非法存在, 但是上帝把人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人们就成为了撒旦的攻击对象, 人类正好长得像谁一样? 长得像上帝一模一样, 上帝的本体, 上帝的形象一模一样, 所以这撒旦把攻击对象, 从上帝那里挪移到了人类那里, 从此以后, 人类就成为了魔鬼的饭菜了, 而且后来亚当被欺骗, 成为了罪人, 所以根本无法脱离魔鬼的手, 人类在魔鬼的掌控之中, 所以连人类的灵魂也好, 肉体也好, 魔鬼都可以控制, 完全成为属于魔鬼的主宰, 所以折磨人, 杀害人, 压制人, 给人带来痛苦, 这一切都成为了魔鬼的合法权利, 所以人在这地上受苦是应该的, 没有办法脱离, 使用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脱离这魔鬼的瑕疵, 想一想, 这么难受的人类, 根本没有受苦的地方, 如果向上帝受苦的话, 上帝会帮助吗? 上帝承认魔鬼的这样的压制人类是合法权利, 但是, 大家不要失望, 我们的上帝如此为人类安排的时候, 他首先有计划, 虽然人类暂时如此受痛苦, 成为魔鬼的饭菜, 但是上帝还给人类预备报偿, 什么样的报偿呢? 这个报偿, 是创造世界外国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 虽然人类要受苦, 被魔鬼下制, 但是, 上帝还会给他们报偿, 这个报偿是什么呢? 就是将要来的救主, 弥赛亚, 基督, 原来上帝创造人类, 是为了让他来到这地上, 除灭模糊的作业而预备的, 所以, 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止, 人类要受苦, 但一旦耶稣基督来了, 那么上帝就要完成自己的事, 上帝怎么完成自己的事呢? 他拆拍自己的儿子, 原来在自己里面的上帝的形象, 上帝的本体, 作为肉体来到这世上, 派到这世上, 那么来了以后, 他做上帝的事, 耶稣基督做上帝的事, 做什么呢? 受逼迫, 传福音受逼迫, 让人明白天国的道理, 也受逼迫, 拯救人脱离魔鬼的瑕疵, 一致其病, 赶着乌龟, 也受逼迫, 到了时候呢, 人们杀害了他, 因为耶稣基督是作为肉体来的, 而魔鬼的最大权柄, 正是什么呢? 杀害肉体, 可见, 上帝给魔鬼的这个合法权柄, 连上帝的儿子也得尊重, 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也尊重魔鬼的合法权柄, 在魔鬼的权势下, 他如此被杀害了, 魔鬼能做到的都做好了, 其实这就是魔鬼的最大权柄, 死亡, 对我们人类来说, 我们根本无法胜过死亡, 所以呢, 我们只能害怕魔鬼, 但是上帝的儿子呢, 跟我们不一样, 上帝叫耶稣基督怎么样? 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耶稣基督活过来了, 所以看到这情景的时候, 最失败的是谁呢? 魔鬼, 因为魔鬼使用了自己的最大权柄, 杀害了耶稣, 但自己的权柄对耶稣来说没用, 而且他杀害耶稣的时候, 认为一切都结束了, 认为自己的权柄是最大的, 但是呢, 上帝叫他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呢? 完全推翻了魔鬼的决定, 在人面前显明魔鬼定耶稣的罪, 杀害耶稣的这个行为, 是完全错误的, 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事实, 证明耶稣是义人, 并不是罪人,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有这么大的意义, 魔鬼的合法权柄变成怎样? 现在已经成为了非法的了, 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上帝想告诉我们的, 耶稣基督说, 我要到天父那里去, 要把圣灵拆连你们, 我离开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 为什么? 他来了, 要告诉你们真理, 其中有关审判的真理是什么呢? 这世界的网要受审判, 圣灵来的话, 圣灵来的话, 我刚才说的话对吗? 圣灵来的话, 要告诉你们, 这世界的网要受审判,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说要受审判, 圣灵来的话, 对魔鬼的审判呢, 已经解释了, 已经完成了, 什么时候完成了呢? 耶稣基督复活的同时, 魔鬼的罪呢, 已经被定好了,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 这就证明魔鬼已经受了审判, 这事实由谁来证明呢? 圣灵来之后证明, 耶稣基督还在这地上的时候, 对门徒们说什么呢? 我来是为了审判世界的王, 然后呢, 圣灵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 已经受了审判, 而你们要, 这事实谁知道呢? 世上有很多的基督徒, 那么这基督徒都知道魔鬼的这个存在, 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怎样呢? 耶稣基督将要再来, 要审判魔鬼, 这就是现在基督教的知识, 其实他们也把魔鬼当作一种观念性的存在, 但是呢, 即使承认魔鬼的存在,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魔鬼, 这是何等大的错误, 这何等大的误解, 何等大的亏损, 我们通过圣经能知道的, 圣灵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魔鬼已经受了审判, 我们逼掉人都为什么受逼迫呢? 谁最不喜欢人们知道魔鬼已经受审判了? 魔鬼自己, 乌龟是凭着谁做工呢? 凭着魔鬼的势力做工, 所以乌龟那么不喜欢, 人们知道魔鬼的权柄已经受了审判这个事实, 但幸好全世界的基督教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他们一概都说耶稣基督将要来要实行审判, 到时候魔鬼要受审判, 甚至有些人还主张身上哪有魔鬼这一类东西, 都是一种比喻, 这是基督徒说的话, 他们把基督教当作奴隶道德的宗教, 而不承认属灵世界的真相, 但是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的就是, 这世界本身就是属灵的世界, 这里面充满着属灵的存在, 圣经是属灵存在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学习上帝意图的人, 所谓我们比利亚人, 其实虽然这世界上基督徒这么多, 但是呢其实比利亚的人才知道, 魔鬼的权柄已经受了审判, 耶稣已经通过复活审判了魔鬼, 我敢说这样的神学, 这样的理论, 这样的真理, 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神学概念当中, 我从来没有听过, 根本没有, 也许有些木会者会想到的时候会讲, 但是呢他讲的和他所学习的教理有不同, 但是呢我们清楚知道, 通过圣经知道, 魔鬼已经受了审判, 哈利路亚, 这就是奥秘, 这就是真理, 上帝采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 耶稣是真理,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来做的事情就是真理,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上帝采迁基督儿子到这世上来的事情, 做的事情就是真理, 这是什么呢, 他已经审判了魔鬼, 所以死亡的权柄已经垮下来了,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仍然说魔鬼的世界的王, 但现在呢, 可以这么说吗, 以前他是世界的王, 但现在呢, 实际上他不是世界的王, 世界的王是谁呢, 耶稣,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谁赐给谁, 上帝赐给耶稣了, 天上的权柄给他了, 地上的权柄也给他了, 所以耶稣是天上的王, 也是地上的王, 哈利路亚, 但是呢, 为什么说, 他是魔鬼是世界的王呢, 以前就是这样, 耶稣受死之前他是世界的王, 以前他的权柄是合法权柄, 但现在他是非法权柄, 那么现在难道, 那么魔鬼不掌握这个世界吗, 不掌控这个世界吗, 仍然掌控, 那么魔鬼现在不存在吗, 魔鬼的势力, 魔鬼的组织都在这世上不存在吗, 魔鬼的影响力没有了吗, 不是, 魔鬼仍然存在, 那这怎么回事, 虽然他的权柄已经被定罪了, 但是他的力量仍然遭殃在, 仍然活动, 上帝为什么不马上出灭他们呢, 当然马上出灭他们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什么呢, 马上出灭魔鬼和他的使者们的话, 属于魔鬼的人类会怎样, 全部一通灭亡, 其实我们韩国呢, 前段时间之前, 不承认北朝鲜, 北朝鲜是一个国家, 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韩国人, 韩国承认北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是不久前的事, 那么在那之前呢, 把北朝鲜当做什么呢, 反叛集团, 反叛的集团, 不是政府, 所以我们认为, 韩国人认为北朝鲜也是韩国的领土, 所以我们不承认他们能够参与UN, 永远是什么呢, 联合国, 世界联合国, 我们一直反对他们加入联合国, 但后来有一个总统, 他是比较, 就是跟北朝鲜的关系比较好的, 总统呢, 推进了这个行动, 承认北朝鲜是一个国家, 然后呢, 支持北朝鲜也可以加入联合国, 所以现在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了, 其实, 以前呢, 如果北朝鲜跨下来的话, 很自然, 北朝鲜的领土就成为, 很自然就成为谁的? 韩国的, 对韩国来说, 但现在呢, 如果跨下来的, 北朝鲜跨下来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权利, 主张北朝鲜是我们的, 如果中国占领的话, 就成为中国的, 日本占领的话, 就成为日本的, 谁占领就是属于谁的, 以前呢, 恨战就是属于我们的, 那么当时, 我们可以, 既然这个是非法集团, 我们韩国, 如果有国力强的话, 充分可以打倒, 北朝鲜的, 这个, 那些执政的, 一个家族, 完全打倒, 那么, 为什么没这样做呢? 他们是既然非法的, 为什么不出灭他们呢? 如果, 为什么不办法战争呢? 如果, 要想除灭他们的话, 会出现战争, 那么, 结果会怎样? 当地的老百姓, 没有罪的老百姓, 全部都会死掉, 如果美国把, 后期, 三十个落在, 这北朝鲜, 各个地方的话, 可以完全消灭掉他们, 但呢, 那些无罪的老百姓呢, 全部都死掉, 同样, 所以呢, 就有他们, 同样, 如果, 我上帝, 这样的审判魔鬼之后, 除灭, 这魔鬼的话, 人类全部都早就, 没有希望了, 我们, 根本无法得救, 只好下地狱, 感谢上帝, 但是呢, 这样的机会呢, 并不是永远长存的, 到了时候,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要关门, 所以, 既然, 我们的上帝,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传福音, 要周围, 让周围的亲戚朋友, 老家的, 那些人, 跟你们一起长大的那些人, 都要让他们得救, 给他们传福音, 而这地上, 所以呢, 仍然有魔鬼的工作, 虽然他们的权力已经被定罪了, 但是呢, 他们还有力量, 还有势力, 所以呢, 仍然在攻击人, 欺负人, 折磨人, 这时候, 他们的最大的方法, 是什么呢? 不是权柄, 从此以后, 他们的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呢? 欺骗, 欺诈, 欺贫人, 欺骗, 怎么欺骗呢? 装作自己是, 有权柄的存在, 你们是属于我的, 你们是必须得死的, 耶稣基督虽然给他们真理, 给他们能够受过死亡的权柄, 但是不让他们相信, 不让他们听从, 让他们仍然害怕魔鬼, 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怕魔鬼呢? 魔鬼是杀人的, 为什么不怕他呢? 因为我们不怕死, 为什么不怕死? 死了还会复活, 所以我们不怕死, 所以我们才不会怕魔鬼, 但不相信这里的人呢, 他们肯定会怕魔鬼, 没有比魔鬼更害怕的存在, 因为魔鬼的最大势力, 就是杀害人, 以前能够杀害人的灵魂, 这是合法权利, 但是呢, 现在他们只要人认识了真理, 就无法动他, 但是呢, 肉体呢, 仍然在他的手中, 肉体仍然可以欺负, 折磨, 但是呢, 我们的主耶稣又给我们什么呢? 连在这地上, 解决问题的权柄能力, 都给我们, 所以你们要奉我的名, 赶鬼, 说按病人就好, 有什么问题, 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 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给你们成就, 阿里阿里阿里, 我们的主耶稣, 不仅给我们属灵的权柄, 也让我们能够解决肉体的问题, 所以给我们祷告这个权利, 医病权利, 赶利的权利, 这一切全部都是合法权利 而不是苦苦哀求才能得到的 这是我们的合法权利 所以要想并得一致的话 不要认为可怜可怜我吧 求求你 我要找金基东牧师 我要找黎贼牧师 不要找人 首先要明白上帝给你的 通过耶稣基督给你的 合法权利 要承认魔鬼已经被定罪了 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 魔鬼该会多么的难受 哎呀这些人怎么 怎么知道这个事实 哎呀金基东 我要杀死他 多么可恶 还有 哎呀你一来 哎呀这些人怎么把这个消息 传到中国呢 哎呀 多么的可恶 那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给人 魔鬼已经被定罪了 他是死老虎 什么权利都没有 只是欺骗人的 所以如果不让人欺骗的话 我们应该怎样 把真理告诉人就好了 让他们相信真理就好了 那么从此以后不被欺骗 因着欺骗 所以生病 因着欺骗 所以灾难临到你身上 因着被欺骗 所以呢你心变得非常的暗淡 有一个传道士 在中国有一个牧羊教会的传道士 后来呢被回复 精神失常 受了很多年的苦 为什么这样呢 他从原来的教会里 被开除了 被开除之后 其实那部属灵的教会 开除他的话 那么按照耶稣所说的一样 好 为了一受逼迫的人 是有福了 我要高兴 欢喜快乐 那就好了 但是被开除之后呢 很多的消息想法 引到他里面 我是不是被上帝开除了 是不是上帝离弃了我 好像是这几年上帝都没听我的祷告 怎么得不到英语呢 我被上帝彻底离弃了 人也离弃了 他们说的对 就这样哭了 一整夜哭了 从第二天开始 精神不一样 这样软弱了 越来越消极 无鬼呢 一个 又一个 又一个 因为他这么消极 一直哭 怜悯自己 这么多的鬼进来 所以一直受痛苦 后来他通过真理的养育 现在好转了 怎么好转 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赶鬼 还有这个进食祷告 你连这个真理都没有 做进食祷告 反而害你自己的身体 还有那你好像 迷信性的信仰 反而给你带来很多的伤害 还有通宵祷告 金东牧师签名说什么呢 如果你通宵祷告的话 不要进食祷告 如果你进食祷告的话 不要通宵祷告 有的人说 我通宵 我进食祷告四十天 里面常常做通宵祷告 很容易变得怎样 精神失常 连一个正宠的人也会这样 还有呢 如果自己生病了 要不要做进食祷告 为了自己的病得 一直要不要做进食祷告 不要 如果要想把自己里面的鬼 赶出去的话 当时人呢 要吃好 为他赶贵的人 可以做进食祷告 但是呢 他本人呢 不要这样 因为被赶贵的时候 故意揭露出来嘛 这个体力 非常的吃力 然后呢 无悔一直揭露出来的 这个状态 如果维持好长时间 而且身体也 非常的虚弱 精神也非常虚弱 那么比较容易被无悔完全控制 精神失常 所以呢 如果自己生病的话 要想得意志的话 不要自己做进食祷告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认识真理 不断地把话语 装进自己里面 直到什么地步 因真理而来的喜乐和幸福 充满自己里面的时候为止 要靠真理而幸福 要靠真理而能够没有任何遗憾的来到上帝面前 服侍上帝的这个程度为止 首先要认识真理 要知道魔鬼已经定了罪 被定罪 上帝离弃的不是你 而是谁 魔鬼 已经受伤犯的不是你 而是魔鬼 逃不了上帝喜悦的不是你 而是魔鬼 你再怎么差 你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了 所以呢 上帝把你作为上帝的儿女看待 这是合法权利 所以呢 你祷告的时候 不管你现在的状态怎样 你昨天干的事是多么的肮脏 没关系 因为这已经是成为了 昨天的事了 所以不要再管 今天你有机会 什么机会 在主面前承认吧 主啊 这个是肮脏的 你不喜欢的 我选择的是你 虽然昨天我是肮脏 但今天我选择耶稣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呢 肯定能相信 因为我选择了耶稣 所以呢 上帝看到 看我的时候呢 不看我的罪 来看 跟耶稣联合的我 只看耶稣 所以他喜悦我 爱我 哈利路亚 所以呢 有信心的人 信心好的人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不是说他不犯罪 而是犯罪方面呢 跟别人差不多 你们也犯罪 牧师也犯罪 都差不多 也许 牧师犯罪 可能更多 因为牧师接触的人 很多嘛 所以生气的也多 背后生气的也多 不管怎样 反正不管怎样 牧师为什么能 得到上帝的使用呢 因为牧师有信心 什么信心呢 分开 分开 属肉体的事 和属灵的事 分开 虽然我的肉体 常常犯罪 但是 我从此以后 我要选择 耶稣 然后呢 既然选择了 彻底承认 上帝许愿我 我是属于耶稣 上帝看的是耶稣 不是老我 不是我的肉体 阿雷路亚 这就是信心 这时候 圣灵运信在我们里面 不要以良心 困当自己 我们信心的人 是胜过良心的 良心是责备我们的 但是呢 耶稣基督已经 赦免了我们 所以 罪得赦免的喜乐 要充满在你里面 要使用合法权力 所以 如果你现在有疾病的话 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要使用合法权力 魔鬼已经被定罪了 魔鬼带来的一切的伤害 一切的折磨 你离开我吧 我跟你没有关系 你偷偷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 开始做工的乌龟 你离开吧 跟我没有关系 你是非法的 你在我身上根本没有任何权力 你离开我吧 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问题都离开我吧 我是属于上帝的 我是跟耶稣连接的 让我们耶稣安排一遍 如此主张合法权力 预备 天 严重 有的人 我们常 来找我们 为我干鬼吧 为我治病吧 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要承认 要承认魔鬼已经被定罪了 反而自己有定魔鬼罪的权柄了 我要一辈子定魔鬼的罪 不是说魔鬼定理的罪 不是说上帝定理的罪 而是你要定魔鬼的罪 让我们耶稣安排一遍 对人应该怎么办 我已经得了饶恕了 你不用饶恕 不行 你既然得了上帝的饶恕 你要求他饶恕 我对不起你 你得赦免时 在上帝面前得赦免 在人面前还没有得赦免 所以你一定要道歉 赔偿 我们基督徒不可缺乏这个 既然 不能因为在上帝面前得了恩典 所以在人面前 也随便对待也可以 这样的过去就可以 不能这样 而是一定要赔偿 道歉 也得到人的饶恕 主啊求你让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吧 如果我得罪了谁 要求他饶恕 要向他道歉 给我这个信心吧 耶稣安排一遍祷告 耶稣安排一遍 什么时候 你得罪了 不原来你得罪了 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结绝 好了 魔鬼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结绝好了 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结绝好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求上帝 以治自己的疾病 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么肯定 很快就能得一致 主啊 求你 医治我吧 求你 接近我吧 我身上的小小的毛病 都是非法的 不要承认他 我的体制原来是这样 不要承认他 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不知不觉当中这样的承认 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法律 既然我们通过上帝也知道了 这个一切 我们不要承认那些非法存在的 非法行为 不要把他们当作合法 合法的事 他们都是非法的 我们要吃着他们 主啊 求你帮助吧 我要使用我的合法权力 奉我 主耶稣的命令 一切的软弱 一切的误会 一切的毛病 从我身上离开了 让我们一切一切祷告 耶稣 我们家庭里面 我们家里面 还有我所做的事里面 也许无鬼偷偷的进来 一直在妨碍我 折磨我 主啊 求你 在这时刻 帮助吧 我愿意把他们 这个非法行为 全部赶出去 求你让我哼通吧 让我这里里面哼通吧 耶稣的祷告 耶稣 咱们拿起 怎么办 就先说 上帝给我们 如此大的权柄 合法权柄 祷告是只有我们 上帝的恩里们 才拥有的权柄 主啊 我承认 这么好的东西 这么好的礼物 我怎么不偿使用呢 我要更积极地 使用这个权柄 合法权柄 我要更积极地 向你祈求 让我们耶稣的祷告 耶稣 我们不仅能让我们的问题 对于解决 而且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 为此 主给我们 全力 你们要奉我的名 说放言 奉我的名 看主 奉我的名 医治疾病 这一切都是上帝 给我们的权柄 主啊 我要好爱的使用 这个求你 你亲自彰显你的能力吧 让你的话语 撑着在我身上吧 让我们耶稣一边祷告 耶稣 公元 爱你 那不就 祝福 祝福 请大家站起来 让我们为了教会祷告吧 天父 求你让我们教会 充满着上帝给我们的合法权力吧 让我们所有的圣族们 极极实用这合法权力 让我们教会 作为福分的根源 让世上万民 以我们得福吧 也愿你给我们的监督 天上的智慧和能力 让他会带来我们教会 让我们耶稣一边祷告 天父 感谢你给我们的合法权力 我们承认魔鬼已经被定罪了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已经拥有能定魔鬼自己的权力 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记住我们的合法权力 并且积极使用 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权力 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如今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承认自己 作为上帝 而你拥有的合法权力 并且积极使用 祂的我们圣族们 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